大家好 歡迎收看 旗鼓章 我是華王裴碩 如果搭盤這個地方 之前跟你談到我說 這邊是一組脈動推升結束之後 做一個ABC整理 這個下降旗行越過以後 開始應該往上推 它是一個第五波 第五波是針對從12402上來的第五波脈動 第五波裡面 它現在開始營業一個出生段之後 我說這個做一個小整理 針對這個小段做整理 像這種整理是針對這一段做整理 這個推出去一個出生段 這個整理是針對這個小段 這個整理完之後 應該還是一個往上走 就是說第五波可能5-1 拉回來5-2 往上走5-3 同樣你看雖然說今天大盤跌到209點 等於是它ABC波那個小C波 又來再測試一次 再測試一次 你看這個小時線就很清楚 我說這個是有機會是一個推動 這個推動完之後做一個ABC 那因為它這個A波 第一波就已經來到了0.618 起貨來到15911 所以變成說它這個C波 它今天又來測 起貨就沒有破 先後有破一點點 那這個地方我們是判斷的是有機會 有機會這個地方做一個整理完之後 開始往上攻 大概明天到底有機會表態 目前的架構漲升 我說整個盤式結構你要先把它釐清 也就是說譬如說你的操作個股 這個大盤有沒有崩跌的疑慮 這個先確立 如果沒有的話你就盡量的什麼樣 積極去找股票來做多 當然目前其實都是沒有這個疑慮 所以你個股的操作呢 其實你不要管指數 暫時很長一段時間都不必管指數 很長一段時間 我說這個轉折 這個轉折 這個轉折應該是今年度第一個重要的關鍵轉折 那我說這個第五波推出去完結束之後呢 可能會出現一個比較關鍵的轉折 那個地方就要拿捏清楚了 同樣那個地方 今年度有幾個重要的關鍵轉折 你把這幾個轉折把它掌握住 應該會是大豐收的一年 我們從期貨的部分來看 3月11號正式突破 那這個是一個下降旗行 越過以後這旗行告一個段落 就這個 告一個段落完以後就是這個整理結束了 那這個整理結束是一個什麼 ABC整理結束 那應該這個是第五 這個五是相對 這個345 這個3在哪裡 同樣這是14031在這個地方 就從12402 這是去年的11月2號 我再講的是這一組脈動 這一組脈動的一個123 然後ABC4然後第五波 現在整個長線的結構 我們是這樣的主張 這樣的規劃也都會按基於來操作 那我說這個推升的過程呢 出去的你不要像旗子的部分 你不用太過度去追高 你太過度追高 像你今天它整個又下來 我說你就是找那個點位 因為它可能還要需要整理 還需要整理 所以那個買賣的點位要稍微斟酌一下 比如說今天它拉回來 我們就認定了它應該是一個 比較不錯的一個買點 你不要過度去追高 像你左右去追高它就會殺下來 幅度很大喔 那麼幅度很大 所以這個一來一回 那個切入那個timing很重要 切入那個timing很重要 好 那開始推動對不對 從15570 那最低是15570 實務上是從15608推上來 那我說它做一個12345小段 它會做一個整理吧 現在就在這個地方整理 有沒有 這一組 這一組在這裡 那它拉回說大概 我說大概在0.618的位置 那一天到15911 哇一點不差 差不多這個價位 你自己算從15608上來 這一組推動5啊 5-1嘛 這個是ABC整理 不管 5-1這個轉5-2 拉回會比較深一點 大概0.618的位置 你自己就在算 這一段上來拉回0.618 就剛剛好 15911 差不多就剛剛好 當然我們這邊主張 有機會往上走這5-3 可是我說這個地方 還是要先震盪整理一下 對不對 好 那昨天推出去你不要追高 它今天又壓回來了 有沒有 一樣這個結構有沒有變 今天在這裡 那它就比較明顯 它應該有機會是 做一個ABC的結構 做一個ABC的結構 結果又來到側低點 15943 15943 這邊15911 因為我說它第一波 這個A波下來 就已經修正幅度 其實就已經夠了 0.618了 所以它變成說 這個ABC可能就變成一個收斂了 V也沒有穿頭 C應該也不容易破底 一個收斂完以後 整理完結束 往上走 這個就是5-3 我們現在就主張 我說這一段 我說整個結構 不管是長中短線 結構還算清晰 我說這個地方 你跟上腳步來 這個轉折把它抓好 因為它每這種今年的行情 這個幅度都很大 差不多這今年的行情 這幅度都很大 要有大錢賺 差不多有大錢賺 這幾個轉折把它掌握住 這齊全的部分 如果你有興趣認同裡面的 我歡迎你跟上我們的腳步來 我說畫面下方有兩個QR Code 那這兩個QR Code 一個是免費的Light Edge群組 一個是免費的Telegram群組 你用手機把它掃描 按加入就可以了 那我每天都會把盤貨解析 附圖解說PO在上面 希望對你也有所幫助 那也歡迎你長期給它追蹤驗證 我說我們PO 它都是有連貫性 我們在這邊分析行情有連貫性 跟你談的都是有什麼本的 這是這個進化不斷戰法這一本 那這個還有 我們還有錄製六片的一個教學DVD 也歡迎你來電視訊 你邊學習邊操作 邊學一些東西 這個東西你把它學得精 學會精對你長期的一個投資路 應該有很大的幫助 歡迎你的加入 歡迎你的加入 我們談到個股的部分 同時我說個股近期 像我們跟你談到說 你持股除了要精簡之外 你還要精選 精簡之外你還要精選 那你選一個 毒素一個的強勢主流 那你現階段的資金 你要擺在哪個地方 昨天才特別又跟你談到一檔 我說這些個股包括不管是 大型的個股小型的個股都一樣 小型的個股都一樣 你說現階段的資金 你現在接下來要漲什麼個股 那昨天是不是跟你提到 我說你資金現在把它擺在這個地方 哪個地方 哪個地方 3481的群創 這兩股票我從這個地方 去年三月講到現在 每一段的一個推升講完 然後整理 然後再推升 這個都有做 他這個也有做 那昨天 昨天是不是跟你談到3481的群創 我說你看這個我們先看之前 你今天今天又衝到20.1 3481的群創 現在3481的群創 因為今天我是預錄節目 這20.1最高 現在都在相對最高點 大漲 今天倒還是跌到209點 那你3481的群創的表現 長這個樣子 對不對 我說這個結構 你看這個地方 整個來龍去脈 從去年三月 你要把它釐清 那我每一組 每一段每一段都有操作 這個今天的群創 暫時是漲5.78% 再有5.78% 最後一次操作 是在今年的封關前 2月2號 我說這個地方 這一組之前都一直做做做 那我說這邊12345 這一組 然後整理完 這一組 至少了 12然後3 拉回來4 那應該至少 至少 我講的是至少 也就是說這個第三波 它沒有擴延的情況 沒有擴延的情況 它至少年齡1 2然後3 4 5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有做 那時候封關前我們買在哪裡 買在14塊錢 14塊錢 有沒有 那是不是一路就推上來 推到哪個地方去 昨天再跟你談 這個地方 這12.45最低 我買在14塊 又推了這一段到18塊 我們也有高出 出得也很漂亮 幾乎出在就是相對最高 幾乎 出17.8最高18.05 好 那出完之後 它是不是又整理一段時間 那現在有為了要做了 為什麼 因為你看 它現在譬如說你12345 照理說這個地方如果整理完 它有機會譬如說拉回來 做一個區間震盪 沒有它黏住在橫台 它黏在這個地方 如果一個脈動走完 它一見高點 它一整理一定是一個N字型的 大概都會是一個N字型的下來 N字型的下來做一個ABC 你要出去判別 結果它不是 它是一個高檔橫台政黨 其實大概這個地方 就已經預告了 它應該還要再往上推 應該還要再往上推 古葡萄納就往上推 有沒有 好 那這個推出去的結構 你就要注意了 同時這個一推出去的話 整體的架構 來龍去貿就要把它理清 我說我們的分析 有它的連貫性 有它的連貫性 這一組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1 2 3 4 5沒有問題 ABC整理沒有問題 那我說這個3 4 5至少 我講的這個都是至少的 至少的 你3 4 5 這個5 5裡面可能開始 已經它就要推出去了 就推出去了 所以它可能5之1 5之2 5之3 那是現在就在走第五波 那第五波應該 還有兩次高點 對不對 還有兩次高點 它5之1走完 然後5之2 那你有一個5之3 然後5之4 還有一個5之5 還有兩波高點 這是基本的 可不可以是基本的 我想我們跟你規劃這個波型 1 2 3 4 5 這樣都是比較保守的規劃 比較樂觀的預期 你1 2 然後這個3都還在裡面走的話 你可能3之1 3之2 這往上擴言才3之3而已 哇 那就要走很遠很遠了 其實這個結構你不排除 因為這兩股票確實是從很低檔 一路慢慢的推上來 那確實它的營運動能 整個毛利也上來 轉歸為營 那確實有它實際的EPS 不要先預設立場 他說不要先預設立場 只是說這種東西你要去判別 這種結構 如果它5走完 它大概就是會出現一個N字形 它沒有 它不是這種N字形 所以這個地方你還是要往上推 持續保守做 它是一個很標準的一個多頭結構往上在推升 那昨天是不是跟你談 我說你現在把資金 把它擺到這個地方來對不對 現在把資金擺到這個地方來對不對 今天就馬上驗證了 今天馬上驗證了 今天大盤跌209點 今天大盤跌209點 348的群雙的表現 是大漲 這個群雙要漲到快6%其實不簡單 針對它來講 那是等於是一個大漲的一個結構 等於是一個大漲的結構 頭部你看都相對強勢 大盤怎麼跌怎麼跌 它就一路開一個小幾乎平盤 然後就一路往上推 拉回再推 拉回再推 這現在是根本高檔震盪 我今天這個節目我是預錄 比較早預錄 那現在是還在盤中 現在是在盤中 有沒有 三四拍的群唱 那你昨天把資金擺在這個地方對不對 看起來是對啦 對不對 我說你要懂得去調節放骨 調節放骨 那之前跟你談的有一些 比較獨樹一格的一些強勢股的話 因為都被警示了 有的都還到二次警示 因為真的漲太多了 漲的速度有夠快 所以我說股票你要怎麼去切入是重點 那它現在已經被警示 而且還二度處置的話 其實那個就整個就緩下來 緩下來就先不要急啦 那個tempo那個節奏你要跟著它調節 你要跟著它調節有沒有 那你把資金轉到這個單位對不對 那對啦 也是大獲全盛 通過也是大獲全盛 我說你就積極去找股票做多 在選對才有 通過你要選對才有 有時候這種股票大概也不會有老師在那邊講 我這麼大堂一千多億的股本對不對 那事實時會不會動 會動 通過像你現階段你這個買群唱 跟買很多人喜歡的2330的台積電 台積電一來一回是差很多 通過一來一回是差很多 有沒有 台積電這個地方我就說 它就是要陷入一個整理 其實這個都是在最高點的時候 跟你預告的 不是馬虎跑 通過一整理整理那麼久 通過一整理整理了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多月了 通過這三個多月 如果你買了台積電 不是等於說完全零報酬還負報酬 零報酬還負報酬 對不對 所以我說什麼時間做什麼股票才是重點 那個timing 你今天就讓它改天 它這個整理完也還要去晚上走 或是說至少還要一個區間震盪 你就這個 你買這個套在高點 你這個地方忍住等到解套 你第一時間可能就賣掉 等於這股票你賺不到錢 完全賺不到錢 買進去以後 整個拉開成本去 那這股票你就賺定了 所以切入那個timing很重要 所以你除了說基本面懸股之外 我說搭配那個技術面操作很重要 那它像你說 比如說台積電好了 你近期它的整個營運 它的那個基本面產業懸股有沒有改變 沒有任何改變 通過沒有任何改變 你一月底二月初跟現在的 它整個結構都 它的那個基本面都不 可是股價是差很多很多 對不對 所以你除了產業面懸股沒有用 不夠 不夠 都不夠 還要再搭配什麼 技術面操作 你這樣雙管旗下呢 才會勝算才會更高 對不對 那我說重點就是你要讀數一個嘛 所謂讀數一個就跟大盤走 不過現在大盤疊兩百多點 你這個3481的群創可以大漲 3481的群創可以大漲 那叫做我跟你談的讀數一個嘛 這就是真的是精選嘛 有沒有這精選嘛 你資金現在擺在哪裡嘛 你資金現在擺在哪裡 讀數一個 強勢出來 對不對 來 這是3481的群創 好 這上次買的 不管 來 昨天又跟你談那個3169的亞信 那當然這是強勢股 那你如果去判別 我說這種強勢股你要怎麼去介入 怎麼去介入 它這個平台很久 不管它這一組脈動推出來了 你當然要預防說 它推一個12345就結束了 那我是不是跟你談到說 其實它這個地方整理比較久 這地方短短的整理 這一種形態很有可能說它是同一組脈動 同一組脈動 同一組脈動的話就還在3裡面 那可能3隻小的12345對不對 所以它你這個昨天是不是重挫 昨天拉回來重挫 你在利用它重挫的時候 你要勇敢去介入 你要勇敢去介入 今天亮燈啦 差不多3169的亞信今天亮燈 現在亮目前亮燈啦 那你是不是昨天 昨天是不是這一根大黑K棒的時候 你要勇敢去介入 你這個大黑K棒勇敢去介入 馬上就賺什麼 賺一根停板了嘛 馬上就賺一根停板 我說重點是什麼時間點介入 有沒有 什麼時間點介入是重點 那介入為什麼要介入 為什麼可以操作 我說它這個脈動 很有可能它是同一組 就是我圖跟你講的 這一組脈動有沒有問題 這一組脈動絕對沒有問題 它絕對結束了整理對不對 那接下來這組脈動 它很有可能同一組 那就3次1 2 3次5一路往上推了嘛 對不對 就是還在3裡面嘛 所以你要注意到說 它這個拉回來 如果說它那個有1次有重疊到的部分 那你就知道說 它沒有囉 那沒有你就懂得怎麼樣 要應對進退喔 那確實它拉回來幾乎最低的時候 它還是沒有跌破 還是沒有重疊 一是沒有重疊 那果不其然 像這種結構3169亞信 我說你要過去評估什麼時間點介入 你不要過度去追高 說你不要過度去追高 來 3169亞信有沒有 那今天是不是有亮燈 他說今天是不是有亮燈 3169亞信 那亮燈怎麼樣 亮燈亮燈我們 我跟你談的都是我們食物在做的 有沒有 恭喜會員吃亞信亮燈長天 有沒有 我昨天跟你談3481的群狀 今天大盤重縮209點 人家也是大漲快6% 昨天跟你談的 我說其實我們跟你談 只要說昨天像你看到這個圖 這個圖 有這個圖就是當天我們一定有帶貨員去介入 有一定有帶貨員去介入 那昨天跟你談3169亞信 今天亮燈長天盤 那跟你談3169亞信 今天亮燈長天盤 對不對你資金什麼時候介入 那這些都是要把資金調節出來 之前我們有跟你談到很多的一些什麼 一些強勢股有沒有 那那些東西都已經怎麼樣緩和下來 緩和現在沒有關係 緩和下來你腳步變緩 節奏先放慢 節奏先放慢 不要擠 要不然那些股票你就不要擠 來 這3169亞信對不對 來好 那跟你談了6138的貿打 我說3月9號這邊 3月9號我們是不是布局了一大堆股票 像這種你大盤也把它拿捏清楚 那種關鍵轉折很重要 3月9號在哪裡 通常3月9號是這一個 這一根 這一根 它還在齊行裡面 所以我們說這個低點大概就有限了 你就算它在破一點低 都還是維持這個下降齊行 都不多 那還有可能就結束以後 果然就結束被我們判斷 完全精準命中 3月9號這一天 那我們這邊都有高出 你3月9號這邊 全重新又佈局了一大堆股票 通常你仔細看我很多股票 都是在3月9號買的 都是在3月9號買的 對不對 那你整個轉折就抓得很精準了 你當然相對大盤的位置抓得很漂亮 當然各股票 每檔股票它差異還是很大 還是很大 6138的貿打 你這個流行 那天是不是一個大黑可以不要 你介入介入什麼 介入買進 6138貿打市價買進 11.05 97.7 9月9.7以後這3月9號買完 隔天3月10號亮燈 106.5 再隔天又衝一個亮燈117 再隔天又衝一個122.5 然後再來最高來125.5 然後懂得高出一次拉回 拉回 3月19拉回到這個地方 那我們認為應該還是 這個123 你這個四當然有時候整理比較久一點 一樣應該還有一段 還沒完 所以你看買了以後隔天又有121 然後是最高是來到12.5 當然現在這個股票還沒有正式表態 6138的貿打還是在這個地方 可是你至少切在相對低 你這個地方切在這邊然後推出去 然後這個要切在這邊慢慢推 6138的貿打 差不多6138的貿打 好 那這一檔股票從封關前 這3月9號要去買它 我說這股票幾乎是賓購100分 幾乎是買到那個最低 封關前就可以談到說 我們在等這段股票的買點 等買點 當然現在這股票的表現 我們講坦白說是比較溫吞 它慢慢慢慢慢慢漲上來 慢慢漲 可是你買的幾乎是最低的 它就是漲多少你賺多少 這是我跟你講的重點 你買入以後開始拉開成本區 你這股票就賺定了 就賺定了 這股票 我說這股票它已經落底 完成一個A波一個B波 然後C波往上 因為這個C波的話 結束了對不對 它拉得很深 很有可能這C波這樣往上發展一個1 然後ABC回來2 然後開始走13 那不得了 那等於是買在這股票的幾乎 就是整個多頭循環的一個 起漲的一個地方 這是股票 其實確實也表現不錯 同學我說你 針對個股 你要有那個眼光 看到它 譬如說兩三個月的股票 大概會在哪個地方 甚至看到半年後一年後 這股票大概會發展成什麼樣的架構 那個把它精準定位完之後呢 大概整個結構呢 大概都可以 普遍的多減 多減都會多減知道 你不是搞得亂七八糟 它整個結構呢 精準定位完之後呢 大概那個運行時間是很久很久的 那是大方向 那是大方向 那當然細微或賣動呢 有些要做價差 有些整個波頓走完 它要整理很久 那個整理的時間還是要避開 還是要避開 你讓它整理完要啟動的時候 才要再重新來 否則你這一套之一 有時候擺在那邊擺很久 雖然說長線是很漂亮的 可是那個 某一個脈動走完 那個整理時間是不是很長很長 那整個那個整理的時間 變成那個投報率就沒有了 那這樣子比較 我們認定是比較不夠積極 我們要積極操作 我們要積極操作 才不會浪費到這個行情 那這積極操作就是 就是你要搭配技術面操作 要搭配技術面操作 好 就是古藥 那這松藤 我說這個地方我們就買了N次了 這件古藥講了N 講很久很久了 買來買 然後出租出出出有沒有 那2月17最後一次買是715 715是不是也很快攻到821 也把它獲利出清 出清完以後 你看哪一天又買 3月9號 3月9號 3月9號我們又買它 就還要做這個賣動 對不對 你又買完 又跑到836 又跑到最高84 當然這比較慢 3484的5 我們搭配做 這個整個多頭結構是 一直在循環當中 一直在循環當中 3484的松藤 好 那我說一些強勢股 都現在已經在 你就把整個怎麼樣 放 節奏把它緩慢下來 只不過你這個節奏把它放緩 6129的普城 3月10號買 我說這個就賣動完這一組 對不對 我說你這組就夠了 你28塊左右買的 當天就拉漲天 這3月15號28塊左右買 當天2935 隔天再一根32.65 再隔天再一根35.45 再隔天又一根38.8 再隔天又一根42.6 再隔天又一根46.8 速度快 可不可以速度快 那你現在這個地方 這股票我們也 我說這一段 這一段大概1 2 3 4 這個4你把它等這個4的一個買點 那它現在已經又在處置了 當然是比較難操作 你節奏放緩 我們也懂得把它高出 把資金收回來 這也是大賺 大獲全勝 投入這大獲全勝 那大獲全勝完好 下一個買也在哪裡 你現在難操作了 節目就不用急了 頭部就不用急了 629的普城 這些股票你要懂的 頭部我說這個就 有沒有讀數一格 強勢主流 這類型的股票我都會繼續去操作 而且你要精準命中 這個很重要 頭部要精準命中 這個很重要 時間不太夠了 我說個股的部分 頭部讀數一格強勢主流 認同你也跟上腳步來 進化不斷戰法 這有搭配6片的教學DVD 這有興趣也歡迎來聽諮詢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一會兒 我們先休息一下 波浪管如阿基米德的枝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股市的起跑点 资讯转线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好看 我们在这儿啦 今日起身装运达投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也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投顾APP 货店02-2781-0909 2781-0909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策值 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 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在犯 聚检及聚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拔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 酒驾连动认 内政部警察署关心您 回到节目现场来 如果这个ABC坡整理完之后 下降情形结束已经突破了 这个第五波正在往上走 第一个重要的观点转折 今年度掌握住 头部 我说这几个转折 你把它掌握住 今年是大丰收了一年 是大丰收了一年 经济报道站法 这有搭配六片的贾水DVD 有兴趣的欢迎来您咨询 我说各股的部分 一定要坚持要精简要精选 然后独树一格的强势主流 认同理念的 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团队 祝大家操盘顺利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上youtube应通财新台 人好时间人好地点 听到看到 youtube日四点间 线上直播上到时 分析师精准团式解析 虽算虽看 真方便啊 youtube运通财新台频道 不关系 咱俩在一起 0909 黄老师波浪操盘术 一套功夫练足 轻松创造绩效 超值2.0 卖于送吊杆 股市长盛军就是你 咨询专线 02 2781 0909 2781 0909 谁说 旅行人不作奇货 奇货是最佳避选工具 运达只顾 02 2781 0909 2781 0909 大家好 我是中阳机会中心 副机会员陈宗燕 后来社区疫情 风险相对稳定 请大家继续注意疫情的发展 也随时做好个人健康管理 一签手掛好到保护时 请他进行爱的记忆 第一 请保持适当 下高鼓励 签手情 请他记忆先掛好嘴喊 第二 签手情后